现代人有晚婚的趋势 内政部六月统计 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是31.7岁 最创历年的新高 比起十年前要增加一岁 有不少民众直言 经济因素是重要原因之一 而晚婚晚生已经成为趋势 目前桃園市还有新竹市是全国为二 补助动卵的现实 提起全摆续穿婚纱洋溢幸福气氛 相较于过去现代人有晚婚趋势 随着社会变迁及教育程度提高 国人婚遇观念改变 初婚年龄也跟着逐渐上升 从早期大约三四十年前 根据内政部六月最新统计 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三十一点七岁 再创历年新高 较十年前增加一岁 其中男三十二点六岁 女三十点七岁 六都只有晚婚趋势 其中最明显就是台北平均三十三点二岁 才结婚 成为全台最晚婚的城市 晚婚原因多 多数民众直言 经济因素是一大考量 桃園市虽是最年轻的直辖市 但也呈现晚婚晚生的趋势 目前与新竹市是全国为二补助动暖的现实 一百一十二年截至七月十七日 总共有六十八人申请 其中以三十六岁到四十岁为多数 总共有四十五人申请 卫生局表示动卵营养金 补助对象为涉及桃園市的三十至四十岁女性 第一年可申请补助营养金一万元 第二三年可分别申请保存金额六千元 最高补助金额为两万两千元 接着黄曼郭俊 詹属云 台北桃園报道